擔任開球嘉賓 就讓我們來介紹這位開球嘉賓 讓我們掌聲歡迎 田翔瑞小朋友 歡迎 歡迎 他也是小翔 今天兩個小翔 一起來到了場中間 他從小就是這個 國小的棒球隊 而且他還參加過了這個 U23的少棒 U12的代表隊 年紀最小 但是卻在冠亞軍在 主投四局 林詩芬相當的優秀 是不是給我們的小翔掌聲鼓勵 掌聲鼓勵 是這一位小翔 不是那一位 OK 好的 那當然也非常感謝他 他不只在球場表現的出色 他其實在學業 課業 也都表持得非常好 那在家排行老二 他也非常的貼心 放假的時候 也會搭乘Yoshi 來去探視他的 出血性中風的爸爸 而且並且 非常貼心的照顧他 那也希望小翔 不只孝順 也希望他在球技上 可以持續的更上一層 繼續來加油 好 沒錯 也要祝福我們今天 來到現場的 所有下部經紀委的朋友 可以看球愉快 那接下來就要來正式進入到 我們最重要的開球儀式 好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我們在今天要擔任 開球儀式捕手的掌聲歡迎 兄弟必勝 王正順 好的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的今天的開球嘉賓 小翔準備好了沒 OK 阿銘準備好了沒 OK 好的 接下來現場我們一起倒數 3、2、1 就要來順利開球了 準備 3、2、1 請投出 好球 殺氣十足了 小翔這一球也讓我們的 鄭順嚇了一跳 好 接下來有請兩位 來到我們的合照位置 好 來我們的牌子 來 小翔來 另外一個小翔來 幫我拿著 不好意思 來小翔來幫我拿著 好 一起看一下我們正前方 好 一起往下我們正前方的攝影師 好 我們再稍微往右手 左手邊 左手邊的鏡頭 我們再來捕捉一下 謝謝 好 OK 我們現在還有媒體要捕捉了嗎 OK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我們的小翔 還有我們的鄭順呢 來協助這一次的開球儀式 那待會兒精采的賽事 馬上就要開始了 好 今天宗旨 基本上是一個 3D開打的一個狀況 那在周濟是台剛出戰中藝兄弟 另外在天母是富方隊衛拳 那在桃園球場是樂天桃園隊統一 那目前呢 待會兒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個戰績的排名方面呢 真的競爭的非常激烈 所以呢 不只決戰在八月啦 幾乎每場比賽都是決戰日 那我們這次的一個三連戰的系列賽 剛好是上一週的一個主客場的一個對調 所以要搬回一層 是 上週的三場比賽呢 也是下半季的第一次的一個 三連戰的一個對戰呢 忠祐兄弟是只贏得其中一場比賽的一個勝利 趁這個機會跟偶像拍個照 對啊 這個畫面可能 譬如說五年 十年後 就可以回頭來講說 我現在雖然打直棒了 但是我當年曾經跟阿坤前輩合照過 就是一個代代相承的感覺 其實也是滿不錯的 大家這個小球員們 將來就看你們啦 要加油啦 好 那目前在週季來講啊 今天到場的觀眾 因為是禮拜五的晚上 也相當的踴躍 雖然天氣狀況不是很穩定的 不過好消息是 在開賽前呢 這個雨勢就完全停了下來 希望待會呢 比賽都能夠順利的進行 不過因為還是有下雨 所以外野啦 還有界外區啊 都還是會比較有點濕滑 不管如何也是對選手來講 打這場比賽的氣候是比較舒適啦 對啦 兩爽滿多的 兩爽滿多的 那週季對 還適合來講說投球啊 包括內容啦 壓制力啦 續航力啊 也都有所幫助 來看一下目前下半季的一個戰績 目前為止是有獅項兩隊 目前都是這個十三勝 十敗並列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伯伯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 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以及鎖定我們的 Podcast 兄弟你來說